家里只剩普通面粉了 那今天就来做个中式包点吧 说到中式点心最厉害的就是广东 每一次去不吃胖个三四斤都不想回来 其中最让我念念不忘的就是核桃包 研究了下发现自己做也不是很难 关键是可以控制甜度 准备100克热水 加入20克红糖化开 等水变得温热不烫手了 再加入20克干酵母 一样用蛋抽搅匀 搅好的液体应该是浑浊没有明显颗粒的 放在一边等待20分钟左右 让酵母菌在温热的糖水里撒欢去吧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核桃包的馅料 首先当然是核桃啦 100克核桃仁直接用手掰成小块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料理机打碎 广东大多数酒家里的核桃包也是打成碎末的 可是我更喜欢颗粒状的坚果口感 咬开软软的皮就能有脆脆的坚果 打碎的坚果就会更香更容易吃 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就好啦 加入20克黑芝麻 用小火干炒出香味 趁热加入20克左右的炼乳 具体的量可以根据你喜欢的甜度来决定 我是那种吃麦当劳的甜筒觉得厚甜的人 所以这里的炼乳量做出来是一个特别清淡的口味 再来15克黄油 也可以用等量的猪油代替 把所有材料都搅拌均匀 馅料的部分就完成啦 看着油油亮亮的样子好像直接吃也可以 搓一搓不就是最流行的芝麻核桃大力丸吗 传说中可以补脑生发的那种 做好的馅料放冰箱稳藏 我们接着来做外皮 200克普通面粉里面加入2克可可粉和1克泡打粉 如果你用的红糖是颜色比较深的那种 那可可粉的部分可以减少或者忽略 接着加入5克色拉油 是时候该关心一下我们的酵母在红糖水里玩的怎么样了 如果水的表面有这样一层细密的泡泡就说明好啦 把它倒入面粉盆里 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搅拌到面粉能成团了就放到案板上继续揉 揉这个面一点都不辛苦 大概5分钟左右就能揉到柔软光滑 真是个超级好伺候的面团呢 把面团分成10个 每个大约30克左右 别忘了盖上纱布保湿 没错我用的又是洗脸精 代替纱布真的超好用 谁用谁知道 这时候我们的馅料也该冻结实了 搓成15克左右的大力丸 一天一颗专制头秃 十天见效沙漠变绿洲 不当老中医了 继续搓包子 取一张面皮摁成饺子皮的大小 取一颗馅料把它包起来 用左手的两只手指抵住两头 右手的虎口慢慢把面皮往上推 推的时候可以用左手的大拇指轻轻用力 把馅料往下摁 这样就算馅料散了也会包得很紧实 可能因为从小我们家就很少自己做面点吃 在各种面食面前我就是个绝强青铜 技能点全空 连擀面杖这种高端武器到我手里都还不如手掌来的好用 不过现在再努力的变成自强塑料 像这种用虎口往上推的收口方法就是我从网上学来的 确实好用 不管馅料是不是成团的都不会撒 收完口最后再用手搓一搓让它变得更圆润 接着我们就来雕核桃 先用刀背在中间画一道 再沿着这道线用镊子一点点捏起来 这样就是核桃中间的那道缝啦 用镊子做效率比较低 花纹也比较粗糙 想要做的更漂亮 可以上马爸爸家直接买核桃包专用工具 可是我吧你们懂的 这种买回来只能用一次两次的东西我就不想消费 因为要不是为了拍这个视频好看 平常我自己吃从来不雕花 根本不影响味道 咳咳 最后在这条缝的两边用镊子对称的掐出马画状的花纹就好啦 垫上硅油纸把它放进蒸笼 现在天还比较凉 蒸笼底下别忘了放一些温水 盖上盖子发酵20分钟 如果天热了就不用放水啦 室温发酵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就准备开始蒸 水开了之后把核桃包放上去 开大火蒸6分钟就好啦 一般蒸包子的时候我喜欢中间架空一层 这样包子底下就不容易变湿变潮 时间到了就迅速关火 先别着急 闷30秒再开盖子 开的时候注意 尽量别把盖子上的水滴到包子上 吃不完的核桃包放冰箱冷冻保存就好啦 不过最香的还是刚出炉趁热吃 配上一杯热豆浆 就是暖洋洋的一顿早餐 也许可能应该还有美容养颜防突生发之类的功效 算了 管它又没有用 好吃就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